孔子骂了一句脏话,流传千年,却成为现代人的口头禅,是哪句呢?自儒家思想开始普及至今,孔子的大名,几乎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,即便是小学课本里出现的孔子,也是在教导孩子,孔老夫子是一位谦谦君子,是一位圣人,同学们一定要立志成为他那样的人。 可就这样一位君子,竟然开口说脏话了,而且骂得还贼难听,不仅骂人家是一段朽木,还骂人家是毛坑,被孔子痛骂的人,究竟是何人?他到底犯了什么过错,让一向以君子自居的孔子? 开箱骂人,欢迎收看剧谈史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。 孔子骂的不是别人,正是自己的学生,载宇,论语,工业长中记载了这个小故事,一天,大白天的,孔子发现载宇在睡觉,他十分气愤,大好光阴,正是读书用功的好时候,孔子说,腐烂的木头不可以雕刻,脏土垒的墙面是抹不平的。 像宰宇这样的人,还有什么好责备的呢? 朽木不可雕也,粪土之墙不可污也,予予予何诛?这是孔子罕见的一次震怒,从此,朽木不可雕也成为一句口头禅。 专骂不思进取的人,一直以来,孔子在诗词君心中都是严肃高大的形象,哪得到他还会骂人呢? 事实上,真实的孔子和印象中的孔子大相径庭,你以为他温文尔雅? 他破口大骂的时候真不少,你以为他信守承诺,他也曾出尔反尔,他很奇怪,徒弟无常救人,他批评,徒弟收礼,他交口称赞,宰宇虽然淘气,但他在学术上也有自己的见解和追求。 有一次,他向孔子提出了一个关于人的问题,他问孔子,仁者,虽告之约,井有人焉,其从之也。 意思是,如果告诉一个有人德的人,井里有一个人人,那他会跟着跳下去吗?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,实则暗含深意,宰宇想要通过这个问题来试探孔子的人的观念,看看他是否会因为追求人而做出不理智的行为。 孔子听了宰宇的问题后,并没有直接回答,而是反问道,何谓其然也? 孔子的意思是说,孔子可以到井边去救人,但自己不能陷进去,孔子可以被欺骗,但不可以被无理愚弄,孔子的话即表达了他对人的理解,也体现了他的智慧和原则。 孔子对于宰宇来说,他似乎并没有完全理解孔子的意思,他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,甚至于孔子展开了激烈的辩论,这让孔子感到非常生气,他觉得自己的弟子不仅没有理解自己的思想,还在故意挑衅自己,于是孔子再次严厉的批评了宰宇,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年的脏话,如听言则行,如言则听,则言不可失意。 这句话的意思是,你听了别人的话就要去做,别人听了你的话也要相信,这样说出来的话才不会有错,虽然这句话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脏话,但他却表达了孔子对宰宇的不满和失望,宰我,本名宰宇,自自我,作为孔子的弟子,他口才伶俐,能言善辩,出入孔门便深受器重,甚至被委派去弃国。 我,楚国等国出使,但与言渊,宁子谦等无条件服从孔子教会的弟子不同,在我一贯坚持不为书,不为师的学习态度。 喜欢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,不仅如此,在我还对孔子的某些教义提出了质疑,比如,孔子提倡子女要在父母去世后守校三年,以表达孝心。 但在我认为,三年的守校期会影响社会的正常运作,因此仅需一年即可,这个观点让孔子极为不满,甚至在在我离开后,当着众弟子的面表达了怒火。 不仅限于守校三年的问题,在我对孔子提倡的人也有所质疑,人是孔子思想的核心,代表了一种最高的道德标准,是君子应当无条件追求和实行的。 然而,在我针对这一概念提出了一个两难问题,如果有人欺骗人者说井里有人,人者应否跳井追寻,孔子的回答是,君子可以被欺骗,但不会被困惑。 虽然孔子给出的回复巧妙,但显然未能让在我心服口服,这种独立思考的态度,放在今天无疑是难能可贵的精神,然而在讲究尊师重道的古代,在我此类质疑,却常常被视为异端。 有一天,孔子在授课时发现缺席的仔我竟然在宿舍里睡懒觉,对视火冒三丈,孔子一向注重修养,从未在公开场合报诉口,但这次他实在忍无可忍,于是孔子怒气冲冲的在课堂上大骂,朽木不可雕也,粪土之墙不可误也。 意思是说,仔我像腐烂的木头,无法再雕刻,也像由粪土堆砌的墙面,不值得再涂抹,总之,仔我已经无药可救,让孔子大失所望,让人意外的是,这句原本孔子用来痛骂仔我的话,竟然流传千年,成为了后世的口头禅。 关于载我的结局,史记中的记载各有不同,根据史记记载,在我后来出世奇果,关治林兹大夫,最终在与权臣田长的权力斗争中失败被杀。 孔子为此感到十分丢脸,认为在我败坏了自己的名声,然而,唐代史学家司马贞的考证显示,被田长所杀的并非载我,而是另一位名为看旨的人,只因二者名字相近,才被后世混淆, 无论如何,在我在后世还是得到了较高的评价,从秦汉史记记,他就名列孔门时辙之中,并获得孔庙的配向资格,历代封建朝廷也曾多次追封他魏其侯,林兹公等,并在明朝时得到先贤的称号,受天下世人膜拜,可谓名留千古,死后哀荣,孔子的朽木不可凋掩,粪土之墙不可污也不仅成为常用成语,还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衡。 这句话警示人们要勤奋进去,不要放弃希望,同时,他也被用来形容生活中的棘手人物或者无可救药的事物,正因为他生动形象,才得以千年传承,站在现代视角,在我的独立思考精神是十分可贵的。 虽然这些质疑在古代常被视为对权威的不敬,但他们实际上推动了思想的多样化和深度,人类思想的进步,正是需要这样不断的质疑和讨论。 孔子骂过的弟子,不止在于一个冉囚是孔子出色的弟子之一,孔子晚年时能顺利回国,多亏了冉囚,冉囚擅长理财,在济世那里围观时,帮着济世拒练财富,盘剥百姓,孔子知道了,非常愤怒,说,你不是我徒弟了,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去攻击他了。 非无徒也,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,论语,先进天,如此一看,孔子真是圣人,你对我好,我感谢你,可你盘剥百姓,我就不能同意,正义感满满的孔子,毒舌不停,孔子在宋国时,看到环司马为自己建造石果,建了三年,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,依然没有建成功,工人们苦不堪言,孔子说,像他这样奢侈,死了不如快点腐烂得好, 若是奇迷也,死不如肃朽之欲也,礼记,弹宫上,南宫敬书每次入朝面见国君,都会带上大量的财宝,靠着财宝,他丢官又复官,孔子说,像他这样,靠财宝得到官位的,还不如快点贫穷得好。 孔子毒舌,从来不是信口胡舟,他有他的原则和底线,袁杨是孔子的老朋友,很久之前,袁杨的母亲去世时,袁杨大声唱歌,孔子十分看不上他,后来,某一次,袁杨约了孔子,他插着腿坐着,没有一点礼貌,孔子来了,毫不客气地说,小的时候,你就不讲孝涕,现在老了,没什么成就不说,连个坐像都没有,老而不死,真是害人宠。 幼儿不遵弟,长儿无数烟,老而不死是为贼,孔子真是一个性情中人,细细看来,孔子的每一次毒舌都有其道理,他不是无缘无故的骂人,只是有人触碰底线,孔子才会毒舌,一个两千年的老学究,带着一大帮徒弟搞学问,现代人对孔子最大的误解,就是死板,恰恰相反。 孔子是一个罪不死板的人,彼时,有很多鲁国人在外遭遇不幸,沦为奴隶,鲁国就发布了一条规定,凡是将流落在外为奴的鲁国人赎回来的,帮他们恢复自由的,回国后可领取赎金。 孔子的学生子贡,善于经商,也非常好心,他就赎回了很多在外为奴的鲁国人,可是他拒绝从国家领取赎金,孔子非但不赞赏,还说,子贡,你错了。 相反,孔子另一个弟子子鹿建议勇为,救了一个落水的人,落水者的家人非常感激,送来了一头牛答谢。 子鹿收下了牛,孔子非常高兴,从此,鲁国做好事的人会越来越多的。 孔子不表扬无私的子贡,却大家赞赏收受谢礼的子鹿,因为他看透了人性,做了好事,就应当接受谢礼,否则,做好事的人会越来越少。 不得不说,孔子的思想还挺现代,去做老好人,孔子更是语出惊人,当时之时,孔子被视为一个智慧的人,很多人有问题就会向他咨询。 这一天,有一个人问孔子,宽容伤害自己的人,怎样?这个人也许觉得孔子会大大表扬他一番。 没想到,孔子直接反问,那你怎么回报善待你的人? 这个人愣在当地,孔子说了一句名言,以德报德,以至报怨。 啥意思?用公正无私回报恶行,用宽容善意回报善行。 看到这里,师子君想给孔子点个大大的赞,以德报怨,何如? 子曰,何以报德?以至报怨,以德报德。 论语,献问,迂腐,固执,在孔子身上不存在的,孔子周游列国时,路过仆地,仆人拦住孔子,不让他继续前进。 仆人说,只要你发誓不去魏国,我就放你走。 孔子与仆人发誓定立盟约后,出了东门,就往魏国赶。 孔子说,老师,我们怎么能违背誓言呢? 孔子说,他逼我发的事,神灵不会听的,好有道理,我只想拍手叫好。 两千年前,孔子用行动说明,死板不可取,灵活活千年,徒弟子共想躺平了,说,我想休息。 孔子说,你看远处那些坟墓没? 像山一样,又高又大,那里就是休息的场所。 孔子的意思很简单,生前何必久睡,死后定会长眠。 狠起来,孔子连自己都嘲讽,在郑国的时候。 孔子和弟子失散了,弟子们慌了,到处打钉,有一个人告诉他们,城门东边,有一个人,非常狼狈,像丧家之犬一样,也许就是你要找的人。 弟子们来到东门,果然找到了孔子。 弟子就告诉了孔子,老师,郑国人说,您像丧家之犬,孔子一听,哈哈大笑,你别说,还真像。 怎么办,我也有点喜欢孔子了,那孔子夸过人吗?还真夸过。 这一天,孔子心血来潮,问子贡,你和盐会相比,谁更好? 子贡很是谦虚,我怎么敢比回师兄呢? 他太牛了,听到一件事,能推出十件事,我呢,知道一件事,只能推之两件事。 孔子一听,很是认同,别说你比不上,我也比不上他呀,又坦诚又幽默。 俗话说,穷人的孩子早当家,孔子三岁时,父亲去世,孔子跟着母亲艰难的过活,任何时代,姑儿寡母生活都不好过。 为了生活,孔子早早踏上社会,开启打工人的生活,他当过吹骨手,所谓吹骨手,就是专门为人送葬,在葬礼上吹奏乐器,替人家枯灵,他给人放过木,管理过粮仓。 后来,孔子的贤名传遍各国,吴国太宰对子路说,孔夫子是为圣人吧?怎么这么多才多艺? 子路非常骄傲,说,上天让他成为圣人,所以才多才多艺。 孔子听了,却说,太宰怎么会懂呢?我小的时候,又穷又没地位,为了谋生,干过许多卑贱的活。 天选打工人,说的就是孔子吧。 天不生种泥,万古如长叶,两千年来,孔子一直是一个高大伟岸的形象,他是智者,是人生导师,是万古膜拜的圣人。 他也是一个幽默的老头,一个可爱的灵魂,人不可能永远只有一面,只是他的另一面我们不了解而已。